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因为是新的才更容易出现破裂的问题 所以第一次检查是不容忽视的 不过这是因为是免费检查 谁愿意做不挣钱的工作呢 所以CS店的员工想别也不会跟你认真检查的 那么车主就要跟在他们后面 督促他们检查 检查他们有没有偷工减料 有没有节省保养的工序是否完善 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评论 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